下周市场将迎来一系列重磅事件 包括美日英三大央行的利率决议 美国7月非农合PMI数据 欧元区二季度GDP和7月CPI数据 以及微软和苹果的财报 这些重磅消息接连发布 科技股是否会迎来一场血流成河的风暴呢 还会在视频当中再来讲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财报中 虽然营收出现一定的增长 但是利润大幅下滑 那么利润大幅下滑去了哪里呢 也会在视频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 首先说我的观点 我依然非常看好特斯拉 特斯拉的大幅下跌 也绝对是我们中长线布局的机会 当然特斯拉还会不会下跌 还会跌多少 我还无法肯定 但是现在的特斯拉 我个人为绝对是白菜价 请听我视频后面的详细解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分割代理 我按照美股2024年7月28号 美股分析 下周 市场将迎来一系列重磅事件 包括美日英三大央行的利率决议 美国7月非农和PMI数据 欧元区二季度GDP和7月CPI数据 以及微软和苹果的财报 这些重磅消息接连发布 科技股是否会因此迎来一场血流成河的风暴 在过去的九个月里 科技巨头MAG7 只被视为每股增长的关键引擎 然而进入7月以来 这股动力迅速熄火 经过本周的暴跌后 MAG7中的四只股票 已经从最近的高点下跌超过10% 其中 英伟达和特斯拉的跌幅 更是达到了17% Meta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 分别下跌了14%和12% 苹果表现相对较好 但也下跌了7% 微软和亚马逊的股价则分别下滑了约9% 据统计 自7月10日达到峰值以来 MAG7的市值已经下跌了惊人的2万亿美元 这一轮下跌不仅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也使得市场对科技股的未来充满疑问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MAG7公司在AI领域的投资巨大 但市场开始对其变现能力表示怀疑 本周二公布的财报显示 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二季度业绩整体保持稳健 但华尔街对AI的盈利势头有所担忧 本周累计跌幅超过7% 此外 由于美联储降息几成定局 选举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 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移到更具价值导向的行业 这一现象被媒体描述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股票市场轮动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在周三分别下跌了2.3%和3.6% 创下自2022年以来的最差交易日 尽管随后有所恢复 但单周分别累跌0.8%和2.1% 相比之下代表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表现却异常强劲 一周内的涨幅超过了标普500 创下了至少自1980年代以来未见的记录 紧接着的一周 市场将迎来一系列重大事件 包括美日英三大央行利率决议 美国7月非农和PMI 欧洲二季度GDP和7月CPI等宏观经济数据发布 同时预计有40%的标普成分公司公布财报 包括Mag7中的微软和苹果 这无疑将在市场掀起新一轮腥风血雨 贝德尔的董事总经理Ted Mortensen表示 对于下周公布二季度业绩的可季具头来说 要凭西轮动 它们必须在每一个项目上度超出预期 尽管面临市场的短期调整 但长期来看 拥有堡垒资产负债表的科技巨头 依然具有强大的盈利能力和市场主导地位 根据SP Market Intelligence的报告 Mag7去年的自由线金流预计将超过3000亿美元 而且这种强大的财务实力 预计不会很快受到重创 根据BlackRock报告中引用的Like Data Steam数据 市场共识预计 二季度科技巨头股收益同比增长18% 而标普500指数其余成分股的增速仅为2% 分析师们认为 长期来看 随着投资者开始关注2026年的收益估计 科技股的估值将变得更加合理 吸引投资者回归 Sifray Research的高极技术分析师Angelo Sino表示 我们认为科技股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手艺增长将超过股价表现 这将有助于推动估值达到更有利的水平 许多机构投资者早已看到了这一点 根据高盛的一份报告 Meta、微软和英伟达是一季度对冲基金抛售最多的三支AI股 亚马逊紧随其后 尽管如此 Mag7除了特斯拉 仍然是他们最受欢迎的长期头寸 Sino表示 科技股的收益轨迹仍然显著高于更广泛的市场 投资者最终会回归科技股 但同时投资者也应该记住 股票市场不会直线上升 波动和调整是市场的一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虽然利润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滑 那么这些利润去了哪里呢 因为营收是增长的 在特斯拉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 马斯克透露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问题 信息量非常大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关键内容 数据显示 特斯拉二季度营收为255亿美元 同比增长2.3% 然而由于支出增加 净利润下降了45.32% 仅为14.78亿美元 汽车业务的毛利率回升至18% 特斯拉的支出为何增加 主要原因在于 特斯拉在二季度投入了 30亿美元建设新数据中心 并且今年全年对人工智能硬件的总投资 将超过100亿美元 未来两年 每年的投资也不会低于100亿美元 这意味着为了发展人工智能 特斯拉将在三年内投入300亿美元 在产品方面 Cybertruck的产量环比增长了两倍多 预计今年底将实现盈利 电动大卡车CMED制造工厂正在建设中 预计明年底前投产 新款Roadster和低价车型预计将于明年开始生产 4080电池的产量比一季度提高了50% Powerwall的总存储量达到了9.4G瓦时 接下来是重点 机器人二代Optimus晴天柱已经开始在工厂中执行任务 预计明年底前 特斯拉工厂将部署数千个晴天柱 到2026年晴天柱将会交付给外部用户 在超算中心方面 由2万块H100组成的特斯拉超算机群即将投入使用 而特斯拉自主研发的Dojo芯片也将同期投入使用 Dojo提供的算力相当于8000块H100 特斯拉的HUBLIO 5.0芯片可能是一款通用芯片 既能用于数据中心 也能用于汽车和机器人 兼具大模型训练和推理服务的功能 马斯克的另一家企业 SI的一期超算中心由10万块H100组成 已经上线 而接下来的孟菲斯超级集群项目目标 是建立一个由30万块英伟达最新的B200组成的 超大规模计算集群 戴尔和超微已经加入这一项目 特斯拉可能会跟投50亿美元 关于大家最关心的Robotaxi 马斯克透露Robotaxi将于今年10月10日正式发布 预计今年底最迟明年投入使用 他还表示预计到今年年底前 FSD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将获得中国和欧盟的审批 马斯克认为监管审批不会阻碍FSD的发展 他强调特斯拉的最大价值在于自动驾驶 当实现无人驾驶后 特斯拉车主可以将自己的车变成无人出租车 每天为自己赚钱 特斯拉将成立一家新公司负责无人出租车的运营 特斯拉车主享有收益并支付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随着运营范围的扩大 这一模式将实现全球化运营 用户在不同国家都可以使用特斯拉的无人出租车服务 甚至不会产生费用 马斯克还提到 Robotaxe不仅用于载客 还可以承担快递送餐等业务 全天候运行 如果出租司机或快递员特斯拉车辆 就不必担心失业和收入问题 对于特斯拉来说 随着规模的扩张 管理费用也将成为一笔巨大的收入 最后 马斯克回应了川普的声明 川普表示上台后将取消美国的电车优惠政策 马斯克建议川普取消这些政策 因为虽然会对特斯拉造成轻微影响 但对竞争对手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从长远来看反而有助于特斯拉 无论是特斯拉的超算中心 哈布里有5.0芯片A15还是FSD和Robotaxe运营平台 马斯克显然决心将无人驾驶事业做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的日K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 它上涨之前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调整 这个调整不是没有作用的 可以肯定的是 在大涨之前 特斯拉经历了充分调整 这个充分调整为它进一步的上涨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我们现在呢 需要给予特斯拉一定的时间来孵化 其实我在调整平台或者是大幅下跌的时候 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给特斯拉一定的时间来孵化成一家真正的AI公司 而特斯拉在AI方面的大力投入 就证明了特斯拉正在加速转变成一家AI公司 而特斯拉它的一个人型机器人 已经开始在特斯拉工厂打螺丝 大家想想 将对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人类随时随地可能会被代替 而特斯拉呢 可以享受到低成本的人工 在日K线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最近一直在争夺 黄金风险61.8% 从高点的271块跌到现在的220块钱一线 我各位 这样的回调幅度是可以被接受的 虽然出现了大幅下跌 但是这样的回调幅度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们需要给特斯拉一定的时间 大家不必过于着急 特斯拉现在依然显示出它顽强的一面 虽然出现大幅下跌以后 依然有资金敢于去借路 敢于去买路 这就是中长线资金在抄底 而散户资金呢 看见大幅下跌 很多我们群里的小后派也纷纷卖出了特斯拉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当然我不能说特斯拉已经跌到底 因为小资金嘛 散户投资者它有一点好处 小资金想出就出 想进就进 但是机构投资者 他们是大资金 想进去难 想出来更难 所以一般大资金 他们都是中长线投资者 就像我上个视频所讲到的巴菲特 巴菲特在不断地卖出他手中的股票 像苹果 像比亚迪 像美国银行 都在纷纷卖出 巴菲特好像在等一场 美股的史诗级的暴跌 那么这个暴跌会不会来呢 谁也不知道 但是作为中长线投资者 即使暴跌会来 我们也无惧 因为美国经济始终是向上的 美股出现暴跌 也是因为 美股涨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遇到一些困难的话 那么美股出现暴跌 也是有可能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 但是整体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是向上的 这一点无可辩驳 我们来看一下微软 7月30号 微软将迎来财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微软也已经从高点的468块一线跌到现在的425块 也已经来到了接面线短曲线和长曲线最后一条线的下方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下跌通道 但是下方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一带有区间震荡 说明在这一带它经历过充分调整 那么我个认为 在400块钱一线 微软有一定的支撑力度 那么就看微软的财报到底怎么样 我也会在接下去的财报来分析一下微软 就是微软的一个财报 也请大家不必过于着急 如果你是中长线投资者 我个人为微软的大幅下跌 是我们进入其中的绝佳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 大家都知道 风果一直重仓持有苹果 虽然苹果所带来的收益不是很大 但是苹果非常稳健 如果你是中长线投资者 那么苹果这个标的 我个人为依然可以中长线去持有 苹果也在大力介入AI这个领域 苹果有先天优势 它有一个生态圈 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 可以说分闭式的一个生态系统 对于苹果来说 会在它的一个AI进程中 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所以现在苹果的大幅下跌 也是我们中长线布局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是小资金 那么等待苹果慢慢起稳以后 再进入像微软一样 你可以等待微软慢慢起稳以后再进入 因为小资金随时都可以进入 但是大资金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点赞 谢谢 谢谢 2 2 4 8